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华言经200问第12个问题 第12个问题问到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入众生心形 我们从前天开始就在问菩萨摩赫萨入菩萨 入如来 现在第三个问题是入众生的心 如何叫做入众生的心呢 所以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字 这个字在佛门当中常常出现 叫做行 平常我们讲修行修行 这个行到底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内容 在一般的字意上 我们看到行就会想到行动两个字 这个行跟动就是一个动态的表现 或者是第二个行就是迁移的意思 再来就是走路的意思 有的行动 有的迁移 有的走路 这都是一个动态的状态 在五蕴里面 有色 受 想 行 是 它是属于心法的一种牵流 那在十二音源里面呢 行动就是造作的意思 那我们在这个流动的无常的状态当中 你如何来掌握呢 所以我们在没有办法掌握的事物面前 我们就会有一种不确定感 人类呢 就创造了一个事情 叫做时间 一个是时的概念 一个是空的概念 那事实上 这整个心形啊 是很难掌握的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在一个流动的状态 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讲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我们常常觉得很多事情 就是照自己所想的 所做的 甚至于如此 就是不可以改变 但是事实上 我们在观察这个世间 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在迁流当中 世界有成、住、坏、空 人有生、老、病、死 今呢 有生、住、义、灭 这四种现象 那生跟住之间 它们有一个界限 因为生的当下就到了灭 所以一个念头里面 有六十个刹那刹那的生命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会定义 有一个固定的过去 有一个固定的现在 有一个固定的未来 所以菩萨要来了解一个众生的时候呢 你就要从他的过去行 未来行 现在行 来看待这一些众生 所以菩萨摩赫萨要入众生的心 要先了解众生的变化的现象 修行修行 就是因为众生可以得到改变 那得到改变 你要从哪里去改变 所以一个就是从他的过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过去 过去一直不断的累积到现在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现象 就是过去的累积 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 会有这种行为 会有这种习惯 他都是在过去的一种因缘当中 不断的累积到现在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 所以他不断不断的练习的结果 就形成了一种定向 一种习惯 那什么时候会发现 这个习惯不在 他真的就是出来会阻碍我们的生活呢 就在我们不习惯的时候 我们换了一个环境 我们会有不习惯 需要适应 换不一样的生活模式 我们会有一种习惯 乃至于我们出国 去吃到国外的食物 我们会有一种不习惯 所以有些人到了异乡 他就想要吃家乡味 所以这就是过去一种住着的心 那我们要来修行呢 也会有一些过去的习惯 过去什么 我们都会有过去的习惯 导致于现在有一种惯性 那我们要修行呢 就要先看到自己有一些过去累积下来的习惯 所以这个就是无名原形的行 那这个行 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它 就要先建立 这个行是一种牵流 是一种变化 它是不是真实的有那么一回事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 奇迹就会发生 那发生什么 发生众生在这么多的长久的轮回过程当中 它还是有机会成佛 因为这个佛性 它不在于这种行的一种状态当中 它是不生不灭的 因此当我们要从过去的生灭 要能够改变 变成不生不灭的时候 菩萨要先了解 众生在过去 现在未来当中 所产生的错误认知 以前有一个德山宣剑产师 他在还没有出家之前 他是一个在家居士 非常聪明 对于金刚经很有研究 所以大众都称他叫做周金刚 这个周金刚 他研究的金刚经写了一个叫做青龙书超的注解 这注解里面非常的精辟 所以他每天就扛着他的注解 因为以前的这个注解是用木刻版的 因此一卷里面就是一大碟 这个木片 那这个木片的每一个字呢 都是他的旷式巨作 所以他写的这个 这个木刻版的这个金刚经的之后呢 他把它写好了 他就扛着这个金刚经呢 就到处去跟人论法 走遍天下 打败天下无敌手 所以在北方 他是最厉害的 大家都称他周金刚 讲到金刚经 就是以他为代表 那他呢 在北方发现 他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 他就想到 南方的人 他都没有在研究金教 所谓当时那个时代 叫做南禅北讲 北方的人喜欢研究金教 所以他可以论法 南方的人呢 不利文字 教外别传 都只有在修禅 这些修禅的人呢 就是一种魔 那所以呢 他认为这个南方的人 不懂金 所以他就扛着他的 这经书呢 就往南方准备 要去挑战 听说这个南方呢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禅师 叫做龙潭重庆 因此他就扛着他的金刚经 就来到了南方 想要来找这个龙潭 重庆禅师 来挑战他 看他究竟有多厉害 就他呢 走着走的 就造了半路 感觉自己肚子很饿 看到路边有一个卖饼的小摊 这个卖饼的是一位老太太 他就跟老太太 放下他的担子 他说老太太 你这个饼 要 这 怎么卖 那 老太太说 哇 这个客人啊 你真的好辛苦啊 你怎么流了满身汗 你扛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啊 他说 这个是我的旷世巨作 叫做金刚经 你没有听过吧 这个老太太啊 正好 她就是龙潭重庆禅师的在家弟子 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太太 那结果她一听 哦 这个金刚经 我是有听过 那客人 你扛着这个金刚经 做什么呢 这个周金刚 就说 我听说啊 南方的人 都没有在研究金教 所以呢 我要来挑战 要来教化 教训这里的人啊 就是不可以修行 都没有在学习金教啊 只有在修禅 就会走火入魔的 所以呢 我要来找南部 最厉害的禅师 来问他问题 来考他 到底他懂不懂啊 那结果呢 那个老太太一听 那你要找谁啊 我要找那个龙潭重庆禅师 听说他是最有权威的 我倒是要来看看 他到底有多权威 有多了不起 那老太太说 哦 这就是我师父啊 那没有关系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师父啊 也常常开导我们金刚经 要多读 要多学 那我一直找不到 很厉害的人 今天既然你都扛了这么一大袋子 都是金刚经的注解 那我来问你哦 如果我问你了之后呢 你可以答得出来 这个点心 我免费供养你 如果呢 你答不出来啊 那我这个点心啊 很抱歉 我不要跟你结缘哦 那金刚 这个周金刚就很高兴 她说 我这是最厉害的 就是金刚经 你尽管放马过来 你就随便你问 我一定可以给你满意的答案 结果这老太太呢 就问她 金刚经里面呢 有一句话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问君买饼点何心 我问你啊 你要买的点心啊 你要点的是 哪一个心 你是要点过去心 还是要点现在心 还是要点未来心呢 结果呢 一问之下 这个周金刚啊 竟然答不出来 哑口无言 从此 他从心里面 就生起对于这个 禅师的一种好奇 一种尊敬 也被这个老太太的 这几句话 降服 他过去真的是太傲慢了 他以为他了解所有的事情 了解经教里面的内容 其实不过就是了解这个文字像而已 而没有真正的提解大道 没有真正的 没有真正的了解 世间的实相 老太太是龙坛禅师的弟子 她直接从众生的心的本体去看待这一切的现象 这个过去 了不可得 现在 了不可得 未来 了不可得 但是虽然 没有 没有实际上的一个过去 却不能够抹煞有过去 所以有的人说 佛法 他在讲这个三世轮回 那你告诉我 我的过去是什么 我的现在又是什么 我的未来会往哪里去 如果你真的了解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会知道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虽然了不可得 可是不能说 没有过去 没有现在 没有未来 只是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牵流的现象 它是可以 因为任何的因缘而改变 牵一法而动全身 那既然能改变 那你要让它 往哪个方向改变 你要往三途恶道的方向改变 你也是可以带着自己 往地狱恶鬼畜生去钻 你要往成佛之路来改变 那你就要知道 改变的方法为何 因此菩萨要度众生 他要从众生的过去 来改变他的现在 来至于改变他的未来 所以这是菩萨 为什么要入众生心形 接下来呢 我们要改变呢 就有两个方向 所以入一切众生的善行 不善行 所以修行很简单 就是从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开始着手 菩萨的修行 在第二离构地的时候 进入了持戒波罗蜜 持戒波罗蜜 要持什么戒 在华言经里面 讲到持戒 有持善为戒 持善就是身 口 意 发展出来 身 不杀 不道 不淫 口 不妄言 不两舌 不恶口 不起语 心 不起贪 不起撑 不起吃 这十种错误的行为 停止 就叫做善 所以我们每天 每一个念头 在升起的时候 就是我们观察的时机 佛法是心法 我们要从哪里改变 从哪里修行呢 就要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开始 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念头的善 继续保持 所以这叫做四正情 以身善念 令增长 为身善念 令束身 有很多人说 我从来 从小到大 我要去称赞别人 门都没有 因为我都不习惯 讲好话 那既然不习惯 现在要修行 要学佛 如果它是一件好事 你要从不习惯开始建立好的习惯 这个叫做为生善念 令束身 因为它是好事 我们虽然不习惯 我们可以练习 可以改变 那过去呢 有很多坏的习惯 以生 恶念 令 束灭 就要让它灭除 为生的恶念呢 就令它不生 不要想说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做过坏事 不知道做坏事的滋味是什么 我来试试看 那我们在修行 其实不过就是在这个 心的善跟恶当中 能够去练习 能够做主 知道善 知道恶 明辨是非 修行的开始 所以入一切众生的善行 入一切众生的不善行 你要了解 它之所以有这个善跟恶 它有过去 但是它也可以改变它的过去 它有未来 它可以创造它的未来 所以这是菩萨在广度众生的时候 它要进入众生的心 那众生的心里面 不怕念起 只怕觉无 就不怕我们会有这些起心动念 有很多人 他发现自己的心 有很多的过往 很多的恶念 他会心生烦恼 会认为自己有很大的 很深的罪业 因此在修行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 像我们这种烦恼很重的众生 像我们这种薄力凡夫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势必要再轮回 你要叫我一下子相信自己可以成佛 那这个是大根器的人之所为 像我们这种业障这么重的 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修行要建立自己对于自己的心的信心 所以修行的信心是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观念 所以我们在修行 所以我们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 实性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因此我们在度众生的过程 我们要从众生的根性当中去建立 他对于自己成佛 自己解脱的信心 所以要了解众生的心 那众生的心当中呢 每一个心呢 都有不同的根性 所以要了解众生的根性 法华经里面就讲 所有的众生 他只是因为自己的诉求不同 小根也好 大根也好 在佛法里面呢 都是无上的根性 因此我们要了解 众生他有不同的取向 他有不同的偏好 有的人 他想要离苦得乐 先把自己顾好 再来行有余力 再来帮助别人 有的人呢 他可以舍身 为一切的大众 他先把自己的事情放下 他一心一意 就能够为大众 能够发广大的心 那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 我们要能够因材施教 能够了解众生的心 那众生的心 要从哪里解套 你必须要先从他的知见开始 所以要入一切众生的解形 你要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 才可以了解 他理解事情的方式 从他的了解 来了解 怎么样解决他的盲点 所以这个叫做入众生的心 那所以从众生的解形里面呢 来解决烦恼的起因 因此我们要了解众生 要先从众生的烦恼了解起 如果你要当菩萨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能够理解众生的烦恼 有很多人 他对修行有一种高标准 他认为既然修行 你就不可以再起烦恼 自己烦恼的过程 他就是会让自己 感觉自己的心很不清静 因此我们要修清静行 你就没有办法接受 你这修行修这么久 你还在起烦恼 所以不管是对自己 我们常常也不能够犯过 自己心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呢 我们看到别人修行学佛很久 也会起烦恼 什么烦恼 起他修行这么久了 也还是这么多的烦恼 所以修行有什么用 那学佛的人 更不喜欢听到一句话 就是你们学佛的人 学这么久 还在起烦恼 那你们学佛有什么用 所以听到这些事情呢 其实他就是一个观念 就是认为学佛马上就成佛 他马上就离开了这些烦恼 马上成圣成贤 你有这样子的观念 他就很容易让自己起烦恼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认识这件事情呢 你要先了解烦恼的起因 烦恼无处可起 你就无处可解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 烦恼是应该跟不应该呢 因为你没有看清楚 烦恼的真实的相貌 真实的状况 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 可是我们却认为 有一个真实的烦恼 所以当自己在起烦恼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一个真实的敌人 所以你无从解决起 所以你会觉得你的心 已经被烦恼烦恼了 那我们要了解呢 众生的烦恼就是因为把烦恼当真的 因此你就会在烦恼当中真的被困住 所以佛法它非常奇妙的是 我们看清楚了烦恼本无起因 它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中 错认颠倒而出现的一个错误的执着 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就能够理解众生的烦恼 虽然它起的是一个现象 可是呢 它是可以解的 只要能够看清楚烦恼的真实之相 好 所以到最后呢 要知道教化调伏众生的时机跟非时 就是它的时机要非常的准确 你要修行啊 我们要知道那个时机 那甚至于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我们也要了解自己怎么样去看待烦恼这件事情 所以慢慢的呢 我们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你就可以调伏你的烦恼了哦 那怎么这样子讲还是很抽象 所以呢 我们要借由修行的过程 实际上实践的过程 让它出现烦恼的现象 你才可以对症下药 所以昨天呢 有一个人跟师父讲说 他有心脏病 所以呢 他要去医院检查他的心脏 心律不整这些现象 你要怎么去解决它 就必须呢 要装一个心律的这种技术 记录器 这个记录器随时都在记录你的心 心跳 是不是忽快忽慢 是不是不能够稳定呢 因此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我们自己才要设置一个记录器 要观察自己每天每天的 起心动念它的变化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 它会起烦恼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不起烦恼 你不知道从何修起 起了烦恼你才知道 原来我有这个烦恼 我有这个问题 那有了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 因此教化调伏的时机是什么 起烦恼的时机 是最好教化调伏的时机 所以不要怕起烦恼 要怕我们起了烦恼 害怕解决烦恼 逃避烦恼 不愿意去面对烦恼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改变烦恼 所以菩萨呢 他在众生的烦恼当中呢 他借由众生烦恼的状态 来修六度万恨 所以烦恼无尽 誓愿断 为了要断除烦恼 我们要学习一切的法门 叫法门无量誓愿学 所以每天 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 就要告诉自己 起烦恼的时间 就是我们修行的最佳时间 那如果你这样子去看待你的烦恼 你就不会被烦恼困惑 因为这是一个修行的机会 所以我们能够了解 这一切众生的过去 现在未来 善心不善心 那至于众生的心 众生的根性 众生的所有的一切的烦恼的现象 以及如何解决烦恼的时机 那你就能够了解 整个众生的所有的行 你在修行的过程 在度化众生的过程 就可以对症下药 能够广度一切 不同根性的众生 因此这是今天我们讲 菩萨摩赫萨 要了解众生的心形 有这十个项目 那希望大众呢 我们面对自己的修行 要对自己有信心 因为这些修行 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未来 改变未来 要从哪里改变起 从现在这个当下 我们不执着过去 不执着现在 不执着未来 才在喜心动念当中 学习做主 让我们掌握自己的 当下的每一瞬间 掌握自己 在起心动念的 每一个状态 那这就是修行的入手处 今天的开示致持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见